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和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 联手举办的陈六史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公开演讲活动 这次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王范森教授 担任陈六史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的访问教授 今天王教授的演讲题目是 1930世代对五四的反思与余英时林玉生张浩为例的讨论 为我们主持本场演讲的是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梁炳士副博士 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南洋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 尤俊豪教授致欢迎辞 尊英的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王范森教授 夫人孟文芳女士 尊敬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 东亚研究所主席王庚武教授 尊敬的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玲女士 尊敬的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会长陈有明先生 夫人欧风贤女士 副会长雷亚忠先生 李氏孙敏言先生 李文贵先生 尊敬的新加坡报业空股华文报集团 前总编辑南洋理工大学 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 客座教授林润君先生 尊敬的南洋理工大学 孔子学院的院长梁炳复博社 各位尊敬的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中午好 那首先呢 我仅代表南洋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热烈地欢迎王范生教授 还有夫人的到来 同时感谢在座的各位朋友 波容出席由南洋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 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 联合主办的陈六使 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的公开演讲 新加坡呢 开步至今呢 已经是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 在各个方面呢 都取得很大的 很高的成就 这有赖于为国奉献的前辈们 其中呢 就包括新加坡的先贤 陈六使先生 因此呢 我们今天在这里举办 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的公开演讲 非常的有意义 这个事要回到1998年 在1998年为了纪念南洋大学 那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呢 就设立了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 那所筹得的款项呢 就交托给南洋大学管理 基金的利息收入呢 主要是用于要请国际著名的学者 前来主办 举办 公开的演讲 还有讲座的活动 那基金的宗旨呢 是要让陈六使 还有县辈新学办校的理念得以流传和发扬 那承载这样子的使命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一直与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紧密的配合 同时也跟各大机构连办认真的筹划每一场的演讲的活动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呢 能够让我们新加坡的公众 有更多的机会 接触到中华语言与文化研究领域 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 听他们分享他们的研究的成果和心得 并从中获得最大的收益 同时我们也希望借此呢 进一步的推进本地的学术研究 还有教流 也寄望新加坡能成为东南亚乃至全世界的中华语言与文化的研究的中正 那迄今为止呢 受要担任陈六史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因的访问教授呢 一共有18位 他们当中有语言学家 社会学家 历史学家 文学理论家 文化人类学家 有中国思想的教授 有亚洲研究的专家 海外研究学者等等 当然也有汉学家和跨学科研究的专家 他们的精彩的演讲呢 让我们到了现在呢 还是至今难忘 我们可以从手中的活动的手册 一睹他们的风采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 我们成功的主办了四十七场公开的演讲和讲座 这些活动呢 获得南洋大学校友会 陈六史家族 社会团体和主流媒体的大力的支持 同时呢 也获得学术界 教育界 研究学者和广大公众的积极的响应和好评 那在此呢 我们深表感谢 我们今天的演讲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英国皇家历史学会的会士 承认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及代理院长 目前呢 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特聘的研究员 他这一次呢 答应前来担任陈六史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 访问学教授的任期呢 是从八月十一日开始到十八日 在这段期间 他将分别以中文和英文 为我们带来两场公开的演讲 今天他是他的这个演讲的第一场了 那今天为我们主持演讲的主持人 是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梁炳富博士 梁院长呢 曾经担任新加坡亚洲研究院 亚洲研究学会的会长 然后呢 也承认教育新加坡国立大学 和现在呢 是国立教育学院的中文系的集中一员 那梁院长呢 是历史学博士 他的专业训练呢 是在美国加州大学 圣巴巴拉校区完成的 在留美的期间 他学习和研究的领域呢 就是这个古代的中国 所以他学成贵国之后 这些年来在新加坡大学里 讲授的呢 主要也是中国历史 尤其是思想史方面的课程 他在这个领域的住宿呢 发表于中国大陆 台湾 新马和美国等地 当然我们也知道 梁院长呢 在新加坡华文教育史 以及本区域华文教学发展的这个领域呢 也出版了很多很多的书和文章 那据我所知 梁院长在新加坡 国立大学任教的时候呢 曾经开过一门研究生的课 那题目呢 就便是这个 陈颖课与中国现代史学 而他现在呢 在我们南理工大学的 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 所开设的一门课 便是中国思想史的现代化的这个精神 所以呢 我想今天的主持工作 他应该是胜任愉快的 那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梁院长 谢谢尤教授 下面有请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梁敏副院长登台主持今天的演讲活动 大家好 王根武教授 王范生教授 请容许我花一点时间为大家介绍 我们今天的主讲人 王范生教授 王教授在台湾大学历史系 取得学士硕士学位以后 便复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完成卧视学位的专业训练 学成归国便回到台北中央研究院任职 他在中演院的历史研究所 从助理研究员 研究员升迁到所长 目前是食育所的特聘研究员 王教授也在2004年当选中演院的院士 由于王教授的研究和职务 与诗域所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今天就尝试从这个角度切入 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主讲人 王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16到20世纪 或者是明清到民国时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 他的著作丰富 专注和论文更是我们在这个领域开课的时候 必定包括在给学生开列的指定读物的书单之中 或者是自己做研究的时候一定细读的参考书 我在这里就为大家列举他的几部代表作 王教授到美国留学之前就已经出版了至少两本书 那就是1985年由台北十八文化出版社出版的 《张太炎的思想》 以及1987年的《古史变运动的兴起》 也由台北影城文化出版 然后就是《复世年aliv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0年出版的这本书 是脱胎于王教授的博士论文 本书的综艺本《复世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 则由台北廉津出版社在2013年出版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细谱》 是2001年和2003年分别在中国大陆和台北出版 然后《晚明清初思想十论》 2004年由复旦大学出版 《明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 2008年在香港三连出版以后 2010年又由复旦大学出版 《全力的毛细馆作用》 《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 2013年在台北由《连京》出版社出版 《王教授近期的作品》 《启蒙是连续的吗?》 《和近视中国的舆论社会》等等 《据王教授回忆》 他到普林士顿大学念博士的时候 原本是想从战国到秦汉的思想转折 或者是明朝末年的这两个题目之间 选择一个来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的 但是云石教授告诉他 《诗语所》有着丰富的 与夫斯年有关的档案 建议他不如利用这些史料 请注意我用的是史料 来研究夫先生 我们都知道研究生做硕博士研究 选题目很重要 要是选对了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课题 对于将来自己的学术发展 能够创造出无限的可能 富士年研究这个课题 就是具有这样的关键意义的课题 富先生在现当代中国的学术发展史上 曾经发挥重大的影响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看一看就说 北伐战争结束以后 蔡元培先生领导创建中央研究院 为任富士年筹主历史语言研究所 富先生和陈英雀 赵元培 罗长培 李方贵 李济 董作斌等人 所创立的历史原研究所 以实际的事工 启动 启发中国知识界 认识了 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史料观念 让人们能在遗古思潮之外 看到另外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富先生与他的同道同时 也因此被史学界称为史料学派 他们对引领中国史学 在不向现代化、科学化、专业化的发展历程上 做出了非常实质性的贡献 比如史语所在1920年代末 由董作斌和李济先生先后主持 在河南安阳进行的应需考古工程 就以从商朝后期的王都所在地 发掘出来的文物 让人们得以发现于稍早以前的甲骨文 交相护正 为世人确确凿凿地肯定了 一个中国远古王朝的存在 确定了殷商是青铜 而不是石器时代的中国远古文明 史语所的团队要开始工作时 人们曾有过疑惑 那些金属名气或陶土文物 几百年下来 早已经被人家逃得七七八八了 还有什么好挖的呢 但人们不了解的是 史语所人员要挖掘的 其实不仅仅是这些东西而已 他们工作的重心 是从埋藏在泥土中的人类和动物的遗骸 容器和地层结构中 还原商朝人的生活形态 找出比如当时人们 就已经在豢养什么样的家禽等等信息 之外 或许还可以从他们的墓葬布局 揣摩出远古的宗教信仰 这些就是史料 Primary sources 第一手文献 文物 傅斯年先生生动的名言 至今 仍然 常被我们引用来 让学生认识 史与所的工作子趣 傅先生说 史学就是史料学 我们不是读书人 我们只是上穷必落下黄泉 动手动脚找东西而已 请不要误会 他们不是认为传世的文献 纸上的文字不重要 他们只是觉得 如果没有地下出土的文物 来与之交相印证 恐怕会流于循环论证的危险 史与所的安阳考古 已经是一个Legend 我曾经读到西方学界 这样的一个形容 他们本来是准备在安阳 挖掘史料和文物的 But the on earth a civilization 我觉得这个形容实在是太形象了 所以在讲课时 经常忍不住 都要向学生们提一下 今天也一样 所以从历史语言研究所 傅斯年先生 他的学问和事业 切入了解中国的学术发展 在一个历史的大关节点上的 转旧则心 或许可以说 是站在一个至高点上的观察 王教授曾在他的著作中说 傅斯年是处于后传统 后科举 后古始变时代的人 关于他的讨论 就不能不与这三则有关 可知王教授通过他的专言 对中国思想与学术节 在近现代的发展历程 有深刻的了解 我们今天的主讲人 便是因为 在如此厚实的 学术积累的基础上 来为我们 剖析余英史 林玉森和张浩 这三位 后五世时代的知识分子 相信他对这三位 虽然都是以美国为其 学术事业的基地 但却对中文世界 有深广影响的 华人学者的分析 必定能让我们受益良多 且让我们席耳恭听 王教授 请 非常感谢梁院长的详细介绍 下面有请王教授 为我们开启今天的精彩演讲 好 谢谢 好 谢谢 了解 有主任 梁院长 王耕武院士 王教授 校委会长 還有許多校委會 還有報業的 還有許多先進我不認識的 那麼我就不依依問候 謝謝剛才梁院長對我的這個介紹 那麼介紹非常詳細 非常好 我也稍稍了解我的這個 在這個學術 十一所學術傳統中的這個意義 那麼今天呢 是針對1930世代 就是出生在1930世代 我認為對每一個時代思想 一般大眾的思想 影響最大的是兩種 一種是當時的論述 因為我們都有個錯覺以為 對每一個時代的影響 都是古往進來的東西都對它有影響 其實我不認為 我認為就是像史莫西撕起來那一層 那一層是最大的影響 然後當然另外還有第二個線索是 有些人他是直接透過整個對歷史的 立體的影響 那當然也有 這是這兩條線索 從這個定義來講的話 我認為我等一下要談的這三位都是老師 那麼他們都出生於1930世代 他們對五世的重新產世 對我這個世代 至少我這個世代 我不知道新加坡情形如何 但是我也知道他們有很多讀者 在新加坡 在中國 在香港 對我們這個世代的 即將要退休的這個世代的 對五世的了解 我覺得是起最關鍵的作用 就是石墨撕起來那一層 當然我因為是做 我的研究有一部分是近代思想的 所以我也有從我自己詮釋的部分 可是對我旁邊的這些 我包括一些很多歷史的教授 他如果不做近代思想影響 他們主要也都是來自於 這一層 思想的這一層 所以 為什麼我覺得 討論他們對五世的重新思考 有學術的意義 事實上我也注意到近年來 對於1960年代西方的知識分子 尤其冷戰以後的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 在通過一年 是在發展到此 未來的最大但是 有效能力 也在發展到我們 互相轉化的 其實我們來看 那時代的 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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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偶然有一天才跑進我腦海 我覺得他們一生最重要的學術工作 其實還是在回應五世 這個遺產對他們的這個 所以為什麼我會選這個題目 因為從來沒講過 今天在這裡的第一次 向各位請教 我會選這個題目 這張照片我是從東海大學邱惠君教授他給我的 他好像是張浩先生的女兒給他的 那麼這個我覺得 但是我看不出來他們在哪裡 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三位這個教授 中間這一位是余英史教授 他是我的指導的老師 左邊是林毅生教授 右邊是張浩教授 那麼張浩教授跟林毅生教授 其實也等於是我的老師 我認識他們40年 我也在各種紀念的文章裡面都提到了 各位如果有興趣可以上網 可能網上會有 所以等於是三位 而他們三位因為我對他們最了解 他們都是以武士人自居的 隱隱間都以武士人自居 可是呢 都以批判武士來光大武士 這個角度來做為一個武士 就他不是一個完全沒守原來武士的 那個想法 而是以批判武士超越武士來光大武士的這個 這個也是我寫紀念林毅生院士的這個文章的標題 批判武士以光大武士 所以他們對武士都一方面堅持 我是繼承這個傳統的 可是他們又有很多新的詮釋跟批判 而創造了一個在我看來 對我這個學生時代以來 所接受的武士一個新的武士 所以今天如果說要有一個簡潔的題目 就 Two Concepts of the May Force Movement 對武士的兩個概念 這是我如果一句話總結今天講法 就是在1919年的武士跟1960年代的武士 我認為是 Two Concepts 是兩種武士運動 這就是今天主要的 那最後我會再回到這個主題來 就像我們今天談 Two Concepts of Enlightenment 就是兩種對於西方啟蒙運動 有一種是最早的 Radical Enlightenment 像現在Jonathan Israel他們在談的這個 Spinoza他認為是早期的是激進的啟蒙運動 到了蘇格蘭啟蒙運動 那麼人們認為那是第二個啟蒙運動 那是 Moderate 一種溫和的啟蒙運動 那我講的跟他們沒有關係 因為我不在談啟蒙運動 但是我隱隱然覺得過了幾十年 過了將近半個世紀以後 那麼這是Two Concepts of the main force movement 就是以前在胡適 陳獨秀 李大昭 包括像傅斯年他們等等這一代的武士運動 到了後武士的殷海光 1920年代左右出生了 到了1930世代的後後武士 殷海光先生在他文章裡面經常稱 我是後武士知識分子 可是我們這三位裡面 兩位都是殷海光最親密的學生 所以我稱他們後後武士 所以經過了這三代 其實武士已經發展成兩個concept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論證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會說他們是 Two Concepts of the main force movement 是第二個concept 我認為重大的思想運動 它都像一個一個迴圈 它不是只有一次 它會像一個迴旋 它不停地迴旋出來 它會不停地迴旋 其實武士的想法在1930幾年 四幾年也熱過一陣子 然後到1960年台灣 那其他的世界 當然華人世界 這個我不敢亂說 再熱過一陣子 所以它是一個迴旋 它不停地迴旋 它不停迴旋 它下一次送兵什麼 也會再有一次以新的面貌迴旋 這我不知道 這像西方自由民主 重斷了一千兩三百年 西方的自由民主傳統 事實上重斷了一千兩三百年 文藝復興才又起來 到17世紀 民主才成為正面的 本來在文藝復興剛開始的時候 民主還是一個負面的詞 中間重斷一千兩百多年 一千兩三百年 所以它是一個 不停地迴旋的一個過程 我認為 我個人作為一個 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者認為 這至少我看到這兩個迴旋 是2 concept of the main force 前面一個是非常radical的 是非常排他性的 可是後面到1960年代 它是一個moderate的 main force movement 而且是個inclusive的main force 這是我的判斷 那我就向各位請教 我的powerpoint很少 因為我當時給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還在想這件事情 所以我powerpoint之外 有時間多我就多說一點 沒有的話就 將來如果有機會 就是我們武士 一般人心目中 主要都是想起這些東西 德先生 賽先生 就是民主科學 反傳統 認為傳統跟現代的生活 是互相排斥的 反宗教之下 廣泛的啟蒙心態 革命的 那我是認為武士這個東西 是一個sematic field 是一個語意邪的聯繫 它其實範圍非常寬 它其實武士後來 連接的很多的思想的論戰 都跟這個運動有關係 所以它不是只有民主與科學 它是一個sematic 是一個語意邪的網絡 包括範圍非常寬 人們想到武士的時候 其實想到很多東西 所以呢 雖然我列了這些 可是這些只是其中 我們常常看到的 那麼等一下我可能有機會 會再稍微提到一下 我覺得它是一個語意邪的網絡 它不是只有一個 像這個周策中先生寫 《武士運動》這本書 那麼它除了當天的運動之外 它把後面十幾個論戰 其實也都寫下來 那些都是廣義的武士的一部分 所以人們在重新檢討武士 重新解釋武士的時候 也是跟這些有關的 認為中西文化是互相排斥的 認為陳獨秀那一句名言 我常常舉的那句名言 陳獨秀用了韓裔文章 不斷不留 不止不行 沒有把舊的傳統的這個留 斷掉的話 新的不會起來 沒有把舊的停止 新的不會進行 所以不斷不留 不止不行 這八個字是陳獨秀最堅決的態度 所以文學改革到陳獨秀手上 都要改成革命 其實當時胡適在美國寫合的文章是改革 這個陳獨秀把它加一個說明 然後登在新青年就改成革命 他的意思就是說沒有斷絕掉舊的 沒有排斥掉舊的 沒有終止舊的 新的不會出來 西方的東西不會出來等等 所以舊的包括傳統 包括宗教 包括所有這些東西 傳統文化等等 這些東西沒有把它停住 就像哈玉在排佛教的時候 不斷不留 不止不行 你沒有把它斷掉 佛教沒有把它斷掉 儒家不會重新復興 所以這個堅決的態度 雖然不是所有武士人的態度 可是是一個廣泛的一個印象的一個態度 雖然裡面也有胡適比較溫和派的 也有其他不同的態度 可是無論如何我們後來想起來 在腦袋裡面模模糊糊糊產生的 主要就是這些東西 而且是一個比較排斥性的態度 比較排斥性的態度 在後武士分子 殷海光 就是林玉生先生跟張浩先生跟李敖 他們都是他的得意門生 他們在1950 60年代在台灣在台大 殷海光先生其實家就在我現在家的旁邊 那麼都是以堅決支持 原來的武士的這個 殷海光先生在1950年代還60年代 寫過四五篇講胡適的文章 胡適是想以中國前途等等這些文章 這種文章有四五篇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認為在當時儒家尤其新儒家 對胡適對武士強烈批判的環境之下 他寫這幾篇文章是為了對抗保守主義的反撲 他認為是對抗保守主義反撲 對抗新儒家 對抗包括錢穆他們 等等這些人 所以他說意思就是要堅決的站在原來 第一代的武士的這個理想上 他說請各位把眼睛閉起來想一想 是受武士影響時代的這個影響的時代 政治比較清明 科學比較進步 生活比較舒服 還是在原來舊的儒家的這個生活裡面 反正他做了一些對比 所以意思是說我們對於今天最有效的 最應該堅持的 他裡面列了七八個胡適思想的這個重點 啟蒙的 民主的 自由的 科學的等等 列了七八個 非常堅決的意思就是你們不要動搖 在這個時候你們不要動搖 要跟著胡適的思想 跟中國前途有關係 所以他的幾個學生都深受他影響 其中當然包括 剛才照片中的李玉生跟張浩 可是他們後來慢慢 因為出國留學 因為各種情形 他們其實看法慢慢改變了 胡適先生他 在殷海光先生那幾篇 很短 有一次張浩先生跟我講 他沒想到我老師在我這個年紀 已經死了好幾年了 那時候張先生也才五十幾而已 已經死了好幾年 所以殷先生的生命很短 生命很短 可是經過了好幾次變化 其中的變化呢 到他晚年當然寫中國思想 中國傳統展望之類的兩冊 在這兩冊的讀者 我在學生時代也是這兩冊書的讀者 從中隱隱聞得出來 殷先生到生命最後期 尤其他像往期的談話 像春蟬土詩等等這些書 有慢慢對傳統有一點點不一樣的看法 但是基本上態度還是不一樣 到了厚厚五四就是他的學生們 余先生不是殷海光的學生 余先生是前幕的學生 但是另外兩位都是殷海光的學生 我覺得他們這一代 他們都在1930三級出生 都各差三歲 四歲 就差幾歲 我覺得他們展現的五四的風貌 已經在變了 慢慢受到新的 就是我講的 Two concept of the main force movement 的第二個 concept 第二個圈出來 就是他們有不同的解釋了 這個不同的解釋是 moderate 是溫和的 是inclusive 是這個包容性 而不是排他性的 以排他來定義五四的自由跟民主 他們是以inclusive 包納新的元素來講 講自由跟民主跟科學的 這個就是我今天最重要的看法 余英史老師 他是我的指導教授 那麼在他過世之後 我用各種看護學的五六篇 紀念他的文章 我說寫到後來 我說我變成好像余老師的專家了 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但是如果各位有興趣 可以去看看那五六篇 都是通俗文章 我在寫這些文章的過程中 對他在香港實際 余老師在二十幾歲的時候出了六本書 去美國當哈佛大學當學生之前 出了六本書 出了六本書 那麼這六本書呢 余先生在很長的時間不大願意提 我還記得有一次他到政治大學來領榮譽博士 那麼有一個中餐 中餐的時候坐在我旁邊的一位 正大的教授就問他 余先生有幾本這個 都用愛群啊用什麼寫的書呢 這幾本書是你寫的 余先生很風氣地回答 余先生大概是吧 那其實就當然就是 其實這六本書在我感覺 就都是在回答五四運動的問題 其實都是仔細看那個標題 自由與平等之間 因為五四之後 五四其實有左翼有右翼 右翼就是以胡四這邊的代表 而左翼的話 就是後來發展成共產革命 一個比較強調自由 一個比較強調平等 其實我們現在可以看到資料越來越多 像中國共產黨早期發展至於 羅章榮的這個回憶 我看羅章榮回憶同稿 因為他當時也是五四學生 他就代表當時左翼學生 他們另外自己也在那邊活動 所以呢這兩個呢 雖然有左翼右翼之分呢 可是有時候有一點分不開 所以關於自由為重呢 還是經濟的平等為重 如果是自由優先於一切 那就是英美自由主義 如果是經濟平等優先於一切 那就是左翼社會主義 甚至共產主義 所以這兩個其實在有一段時間 在思想界 這兩個雖然可以並存 可以牽手一起到舞台上 可是在很多時候是敵對的 尤其到1930到40年代的時候 到底是要先自由還是要先民主 是要政治自由還是經濟的絕對平等 這兩個慢慢變成敵人了 1940年代的很多報刊 其實圍繞著這兩個問題在動 當時也有很多人都已經慢慢要轉向 尤其胡適的追隨者認為 平等比自由還重要 經濟平等比最愛還重要 雷震其實就是自由中國的創辦人雷震 在1940年的時候文章已經有 可是到了台灣辦自由中國的時候 卻產生一個很大的變化 各位如果有機會看自由中國 自由中國這份刊物是胡適跟雷震 他們等等人辦的 余英史老師生前經常跟我講 他說這份刊物其實當時 對他們的影響非常之大 非常之大 在台灣可是對香港的支持的影響很大 所以其中呢自由中國 因為我有一整套 有人把它重印了 有送一套給我 你仔細看前面幾集 其實有很多文章圍繞在這個問題上 就是1949年共產革命已經成功了 經濟的絕對自由的這個已經成功以後 在這個局面之下 所謂自由中國 是應該政治自由為優先呢 還是應該經濟絕對平等為優先 這個其實在自由中國裡面有論在 我覺得余老師的那一本書 自由與平等之間 是他二十幾歲時候寫的 其實就在回答這個問題 他還是回到五世的這個問題 到底是自由優先還是經濟平等優先 那麼他提出來的決答是說 不能有所謂絕對自由 也不能有所謂絕對的平等 而應該是兩個溫和的互相的協助 在自由中國1950年還是什麼 有一篇富斯年的文章 我忘了題目 但在我英文書裡面引著一篇文章 他就講 只有自由而沒有平等的國家我不要做 只有經濟平等而沒有自由的國家我更不要做 他說我希望的就是一個能結合這兩個溫和的這兩個 他說田納西計畫的羅斯福的新政是我心目中的 他認為結合了自由跟平等 所以這個問題一個五世留下來的問題 一個五世左翼跟右翼留下來的問題 那麼我在余英時先生的自由與平等之間這本小書 那麼我就感覺到他其實在回應那個問題 而他的回應方式是沒有絕對自由 也沒有絕對平等 這兩個都不行 他在這書裡面廣泛引用了一本當時英譯的書 英譯的書叫《論平等》 他告訴我其實就是他的繼母譯的 他的繼母譯的 譯者其實就是 他繼母在Princidence的時候跟我們也非常的熟悉 那麼包括他當時的這個 他後來的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 後來有一天才想起來 這也是他在回應 因為五世正宗的radical的五世的話 認為傳統文化跟現代生活沒有關係的 孔子非常了不起 可是孔子是春秋戰國時代的人 而不是現代人 所以孔子之道跟現代生活沒有關係 這是陳篤秀有一篇文章 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 認為這是切割的 可是到了余老師的這一本書 中國傳統文化現代生活 他認為這兩個是融合在一起的 其實想起來 其實他也在回應五世的這個看法 我不贊成你那兩個切開的看法 我認為這兩個合起來的看法 余先生在香港二十幾歲寫了另外一本書 文明亂行 我後來想起來 其實這個也在回應五世 因為五世認為中西文化是敵對的 你死我活的 傳統中文化跟西方文化這是排斥的 可是在文明亂行那一本小書裡面 余先生認為這兩個中西文化不是你死我活的 他應該是要合作的 互相支援的等等 我不是說我完全贊成余先生在二十幾歲寫的 就是五六本小書 所有的內容 但是我只是在提出一個思想現象 其實他都在回應 他們都在回應五世 只是我以前最開始 台灣開始倒印這幾本書 台灣這幾本書都是倒印的 那麼看不出他真正回應的問題是這個 當時看余先生 余先生在二十幾歲到去美國讀書之前 在香港時間剛好寫了一百萬字 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寫了一百萬字 裡面有很多文章都跟五世跟胡世有關 我現在回想起來 其實都在重新詮釋五世 重新提出一個 我是一個五世人 可是我認為的五世是包容傳統文化的 就自由民主跟傳統文化是包容的 余先生在他回憶錄裡面有一篇文章講 一九五幾年他讀了胡世的一篇文章 叫自由主義是什麼 那個是當然國共已經剛打完 好像還在還是 我現在忘了年齡是49還50年 50年吧一篇文章 什麼是自由主義 他才深深有一個信心覺得 傳統文化跟自由民主不是完全違背的 他把這個想法寫成一篇論文 投到自由中國被退稿 因為殷海光先生主編殷海光先生認為 這兩個是絕對排斥的 所以殷先生把這篇文章退稿 他說雷震後來寫了封信跟他道歉這件事情 那麼所以自由中國只登過余先生一篇文章 就是論平等的概念 但是拒絕了他另外一篇文章 就是認為傳統文化跟自由民主是可以結合的 而正統的武士運動的支持者殷海光反對 所以這是後後武士之分子跟後武士不同 也跟陳獨秀也不同 其實這個時候他說因為看了胡適這篇文章 他信心大張 因為他對這個問題也在覺得疑似之間 因為余先生在青年時期正好是這個 共產革命最激烈的時候 他本人也曾經是共青團的團員 所以他說他本來沒有信心的 可是看了胡適那篇文章 什麼是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跟傳統文化之間是可以合之處之後 他才恢復了信心 可是寫了文章到自由中國 被推稿 被推稿 那麼這個可以看出 這是兩個 所以不是越年輕越保守 而不是越年輕越激進 其實年輕一代反而是比較moderate 這是我的另一個看法 就1930世代的這幾個全市武士運動人 比胡適陳獨秀那一代更moderate 他們更像蘇格蘭啟蒙運動對啟蒙的看法 而不是像法國的啟蒙運動對啟蒙的看法 也不像Jonathan Israel的這個 對不起 我在看時間 唉呦 我在剛剛講的第一個 第二個 林玉生先生 這一代的自由主對武士的詮釋 都深受西方思想的影響 以林玉生先生來講 他深受這個hierk的影響 就是其他這幾個他比較沒有受影響 他主要受hierk的影響 所以我在紀念林玉生先生那篇文章有提到 他因為受hierk的影響 深受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這個 艾登史密斯這些蘇格蘭啟蒙運動 就是溫和的啟蒙運動的這個 就是我剛剛講的 第二種啟蒙運動 溫和的啟蒙影響 認為人的理性的力量 沒有大到可以重新在一夕之間 建構一個全新的社會 人沒有這種理性力量 風格蘭啟蒙運動的時候 因爲政治行動有unintended consequences 有你意想不到結果 因爲政治行動不是只有一個人的腦袋的構想 而是要跟很多人之間的協作 協作的過程中 還有很多傳統文化的這個 所以它是一个unintended consequence 而认为革命不可能 认为在法国的那种革命式的启蒙之外 另外有一种启蒙就是苏格兰启蒙 它是温和的 它是相信渐进的 它是相信自由跟真正的权威有一定的关系 自由不是为了要排除掉所有的权威 它有所谓真正的权威 民主也不是要排除掉所有这些权威 这个就跟原来的武士的早期的支持者 看法是不同的 胡适 陈都秀那一代认为 这两个是互相排斥的 可是呢 李律师先生在1980年左右 写了两篇文章 论权威以自由 再论权威以自由 在我看 我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都还是针对武士里面 对权威以自由 互相不能容纳的这个看法的一个批评 也是对他的老师 殷海光先生他们的一个反思 因为他们在西方 经过很多西方思想洗礼之后 发现自由民主的源头里面 并不是以排他性作为它的源头的 而是以某种程度的 跟传统的接引的方式而产生的 所以因此纷纷对 first concept of the main force movement 产生它的反思 所以其中一个 再论权威以自由的关系 自由与权威的关系 再论自由与权威的关系 还有他们又重乡 以这个林玉胜先生为例 他的几篇文章 攻击这个考证学 攻击胡适的科学观 攻击这个武士的前一辈认为 自由民主跟传统文化之间 完全没有关系的这个文章 像我一时能想到的题目 超越没有生机的两集 超越没有生机的两集 这是他一篇文章我记得的 一个是中国人文主义重建的构想 他在这些文章 还有我刚刚讲的自由与权威 再论自由与权威 这些文章其实都在 揭示一个新的对于 自由跟民主的看法 还有科学的看法 科学不是考据 那么这些文章 我现在回想起来 都是重新在define 自由民主的根源 自由不是 民主不是靠排除权威而存在的 有一种所谓真正的权威 在林先生的文章里面 提出一种真正的权威 那么他认为 那很有意思的就是 他这几篇文章 跟等一下我要提到 张浩先生的《幽暗议事》呢 他们在发表这文章的时候 我正好都在场 所以我也是一个目击者 我也是 因为他们在发展 发表的时候 是在当时中国时报办的一个 conference里面 我正好都在场 刚好四十几年前 所以他的这些文章 我在下面这篇文章 就是纪念林先的文章 超越武士与光大武士 是我摸索到林先 我觉得后来我才慢慢了解 他报告对胡士的浅薄 他一直认为 他既佩服胡士 尊敬他 又认为他的东西浅薄 那他写的那些文章 在我慢慢感觉 其实是在对武士的重新的诠释 就民主与自由跟科学 不是第一代的人 所定义的那个方式 而是应该更丰富 旁边还有更多的资源 作为他 他有一个文化基础在那里 他不是空空的 民主跟科学是空空的 没有文化就可以产生的 所以他谈论的这些 他那几篇 我认为在我学生时代 我年轻时代 深深映入我脑海的那些文章 包括他的博士论文 后来改写成英文书的 在谈激烈的反传统主义 那么里面的这些问题 其实都还在回应武士 还在回应武士 张浩先生 我跟张先生 其实我也就是他老学生 虽然他从来没有教过 林先生也是 那么张先生 其实我也等就是他的学生 那么我觉得张先生 在发表 《约暗意识与民主传统》 以及《再论约暗意识与民主传统》 这些文章 还有很多 当然我今天因为时间 所限我不能一一的谈到 我仔细回想起来 我尤其在应邀写 回忆他的文章 在这个时候 那么我仔细回想起来 其实还是在回应武士 回应老师 阴海光 他们都非常尊敬 他们老师阴海光 张先生 林先生 都非常尊敬 他们老师阴海光 每次私下提起的时候 都非常的 sentimental 这个我就不在这里读了 可是他们也在回应老师 也在回应老师的前面那一辈的胡适 陈杜秀他们 对武士的这个看法 我在张浩先生的这些文章里面看到了一个 几个特殊的面向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不能太深入介绍 他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 跟再论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 这两篇文章 我想张先生绝对没有想到 这两篇文章使他想了大名 所以他的纪念文集 香港的学生帮他编了纪念文集 最后选了标题 幽暗已成千古恨 这是余英史先生送给他一首诗里面的 意思就是说 这个张浩先生认为 论的幽暗意识 认为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乐观 对人性的过度乐观 而没有对人性根本的 根本的不是普通的 根本的对人性的 这个幽暗面的这种认识 而没办法认识到 这个人性的两面性 使得对于民主跟制度的建立 是要注意 没有像西方制衡的 一方面是建立的 而一方面是制衡的 那么这两个 所以当然他论述的比我要复杂得多 我只是口头上随便讲一下 那么而且强调 西方的宪政发展 有宗教的维度 宪政发展 有宗教的维度 这个民主跟西方民主自由的 制度的发展 跟幽暗意识 有极复杂而正面的相关 这些刚好跟他武士前辈 刚好完全相反 武士的是反宗教的 非宗教论 当时候来在武士之后 还有一个很大的关于非宗教的论战 非基督教的论战 那么基本上不管在有意识的层面上 是认为这两个是互相排斥的 可是张浩先生因为在美国读书说 卡尔弗里斯超验正义等等书的影响 这是我从他文章里面领悟出来的 我最初也没有看出来 卡尔弗里斯认为 我们的设约 我们的契约中间 有一个宗教的维度 跟上帝的约 跟神的约 在神下面的宗教社群的约 是带有宗教性的 不是只有普遍 普通我跟你这样约而已 他还有跟神的约定的意思在里面 当然这个论证非常复杂 在卡尔弗里斯的超验正义等书里面 所以我慢慢理解了 他用来这个 当然邱伟军先生不久前也发表了一篇 关于他幽暗意识里面 那么他也提到 另外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尼布 尼布尔 神学大师尼布尔对他的影响 尼布尔在黑暗之子 以光明之子里面 重新阐释了在原属基督教里面的人的两面性 既有善的光明那一面 也有幽暗的那一面 因为同时认识到这两方面 所以使得西方自由民主发展过程中 既受善的人性善的影响 也因为对人性一万面的这个关照 而重视防堵权力的腐化 以及许多制度的建立 包括议会等等 那么张先生在一万一式民主传统里面 特别举了一个例子 James Price就是美国的这一篇文 在他的书里面强调 美国的宪法定宪法的国父们的一万一式 对一万一式 就是两面性的 当然张浩先生在他的文章里面 也好几篇都提到 他跟Nebel之间的这个 他也口头跟我讲过 他说他有一天在哈佛做学生的时候 那么有一天要去听Nebel 神学大师Nebel来演讲 结果他到了现场 门还没开 结果有一个人撑着拐杖手过来 那个人问他 你在这边做什么 他说我来听Nebel演讲 那个人跟他讲我就是Nebel 所以原来那撑拐杖的人就是Nebel Nebel那一代的危机神学 是要回到原始的基督教 从古西伯来那时候看出 而他们认为西伯来宗教里面 对人的幽暗面 幽暗意识有非常深刻的了解 所以人一方有人性的两面性 那么这个他认为对后来 当然论证非常复杂 我如果简化他们 我这个要请各位有机会直接去看 而我的意思是说 不管是宪政的宗教维度 或者是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发展 居然跟宗教的幽暗意识 有那么密切的关系 以至于余英史老师在形容 他的工作之后最重要的一句话 幽暗已成千古恨 那么我觉得这个 其实后来回后来想 这个也还是对五四认为自由民主 一定是从非常孤躁的理性 非常光明非常孤躁的理性 跟这个产生出来的 他看法刚好完全相同 他不否认有这一面 但是还有幽暗意识 宪政还有宗教的维度 你排除掉宗教 宪政没有一个根源 西方的宪政没有一个根源 西方民主自由里面 还有一个对幽暗意识的了解的这个维度 而这些在我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都还是针对五四第一代的 五四自由民主 他们非常天真的 泛启蒙主义的心态 认为要排除掉这些东西以后 自由民主科学才能生根 还是在反思这个东西 我个人因为近年来开始比较注意 我以前就已经约略听说 张浩先生深受Volk林的影响 好像是杜云明在一篇访问的时候提到的 但是我近年才比较有机会 好好的看Volk林的书 因为我以前都看错了 我一直以为Volk林影响张浅是历史与秩序 那四大车 可是我在里面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Karl Friedrich是因为我在读他的书 我才慢慢领悟过来 宗教的宪政之为 宪政的宗教之维度 Dimension Religious Dimension 这个我也慢慢能理解 就是看Volk林的新的New Science of Politics 还有他的另外一本 谈到超越意识的等等 慢慢了解 就是像张仙他们的这个重新缓思五世 集中受有这个西方思想的这个洗礼 对于意识的重视 对意识重视在胡适成都秀那一辈没有的 没有这个词 这个东西不重要的 德仙赛仙里面这个不重要的 德仙赛仙这里面不重要的 所以我认为 尤其是张仙有一篇文章叫扮演上帝 我觉得他里面对这个批判的很重要 对于五世 五世我刚刚讲是一个semantic feel 是一个他有很多泛音的 就像音乐谈的时候有很多泛音 泛音他认为张仙认为 其中一个泛音就是过度乐观的人的神话 把人神化了 把人神化了 尤其表现在毛泽东 还有后来毛泽东的信徒们 对于人可以堪天义武 整个改变世界 而且他认为五世知识分子 五世运动游行 五世运动游行当天 拿着大棋的领袖 就是刚刚介绍人提的 刚刚梁院长提的傅斯年 他说傅斯年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 愚公愚山 张浩先生认为傅斯年这个愚公愚山 这个提法 其实影响到毛泽东在19哪一年的 一个讲话 认为只要人努力 就像愚公可以把他前面那座山移掉一样 他认为其实毛泽东是受傅斯年那篇文章影响 因为傅斯年那篇文章登在新潮 那各位知道毛泽东在他的这个 跟美国人合作的那一本回忆 就是Red Star over China 红星照变中国 就Edgar Snow写的那本 里面提到当时他毛泽东是非常佩服 傅斯年跟罗加伦的 因为五世运动领袖 领袖最重要的就是傅斯年 他说因为毛泽东当时 他管这个北大的这个月报室 他是管负责月报室的 他说这几个学生领袖 经常来那边看报纸 我想凑过去跟他们攀谈 他们都不理我 这是红星照变中国 就Red Star over China里面的一个情节 我想凑过去跟傅斯年罗加恩谈话 他们都不理我 所以他对当时对傅斯年 他们写的在新潮里面写的文章 其实非常注意 所以张先生认为人的神话 毛认为包括鱼公鱼山这个讲法 那么是受傅斯年 人生问题的开端那篇文章的影响 我也非常惊讶 为什么鱼公鱼山就是我小学的课本 我小学生读的时候 从来我以为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故事 但是张先生认为没有 这个原来不是一个流行的东西 而他认为这个也是武士一代知识分子的一种 我称之为思想的泛因 不是主因但是它泛在旁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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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因 有一种过度对人的力量 因为受科学 受理性的无限乐观 而认为可以改造一切 就像我刚刚讲 苏格兰启蒙运动 正好反对这个想法 认为人的行动有 unintended consequence 所以人没办法一下子靠人的 人的理性没有强大到这样 可是呢 武士知识分子好像认为人的理性 可以强大到 一期间改变一件像 一公一山一样 那么所以我觉得张浩先生的这个 这篇文章 扮演上帝 其实也是在反思跟批判武士 你之后先告别革命 那么当然 这个原来不在我的主题里面 所以我就不 所以回到刚才的这个 这些先生的这个 这个的文章 他们未必都指出 他们我就是在重新定义武士 可是呢 事实上在我现在回想起来 在五义间 其实他们已经把武士 从第一代的radical main force movement 慢慢转变成温和的 从第一代的排他性的武士 慢慢转 时间到了 慢慢转变成包容性的 我一个一个来 一万亿式与民主传统 强调宗教的宪政 现正的宗教之伪 强调自由民主发展过程中的 宗教对人性的看法 余老师的自由与平等之间 强调不是只有自由 也不是只有经济平等 而这两个是应该是要缓和的 互相协调的一种 余先生的一本书 民主革命论 我忘了讲 也是这二十几岁所写的 里面认为有一种革命 不要这么radical 不要这么激进 不要相信 人可以一世之间把整个社会改革 他称它为民主革命论 其实也是重新在定义 好的革命是什么 李玉生先生的我刚刚讲的那几篇文章 自由与权威的关系 在论自由与权威的关系 其实也在重新思考 自由不是靠排除权威 我得到的 我刚刚提到了 余先生的文明论衡 中西文化不是敌对的 它应该是包容 像两颗糖果在我嘴巴里面 融合成一起的 这是我的比喻 传统与近代也不是绝对敌对的 像中国文化的现代生活等等 那么 传统跟文化跟民主 自由之间跟科学之间 它可以有助益的 李玉生先生在他的真正权威里面讲 西方最有创造的心灵 无不跟有机的传统 他用词叫有机的传统 接上关系 才可能有真正的创造力 你切掉了有机的传统 就很枯燥的人 枯燥的人 他自由民主科学没有深度 余先生后来在晚年的时候 我注意到他 一直引用 常常引用 John Rawls 耶翰·罗尔斯 Political Liberation 里面的一个词叫 自由的Culture Culture Background 我忘了他这个词 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就自由民主下面还有一层是他的文化的基础 而他们都不再反对 传统文化的某些部分 经过用林毅生先生的话讲 创造转化之后可以成为这个基础 以上种种 吾不再对第一代的武士 甚至第二代的后武士阴海光 这些看法跟阴海光都不一样 不然余先生那篇文章就不会被阴海光对搞 就是不一样 他们其实代表了 我们以为时间越厚越激进 其实不是 其实他们所寻塑的武士 是更像启蒙运动里面的苏格兰启蒙运动 而不是第一代的法国激烈的启蒙运动 或是现在Jones Israel在讲的 荷兰的Spinoza的Radical Enlightenment 不是 他们反而是moderate 比较温和的 反而是比较温和的 不是陈独秀讲的 不断不留不止不行 他们认为不必断掉这些东西 而是要创造转化这些东西 使它成为现代生活的基础 使它成为自由民主的基础 所以我的感觉 我认为到了第三个回圈 我认为到了第三个回圈 那么的这个形成了 另外一个concept of the main force 就是这个的武士 在积极肯定自由民主科学的前提之下 超越它们 希望以超越它们来光大它们 他们都在批判武士 可是他们都在批判武士 他们三位都希望光大武士 至少我的了解没有错 超越武士以光大武士 我这一段 当然我也必须再加一句话 在他们论证民主自由过程中 有一个对地面 对照面就是共产革命的成功 这个也使得他们 对于自由民主的看法 更接近于像 Isaiah Berlin 这些人 而不接近有社会主义倾向 过度将绝对的经济平等 我再插一句 英海光在大陆的后期 是有一段时间是坚决主张 这两个都要同时达到 自由跟平等 等到来到台湾了 第二年 他说我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就我不再坚持 自由跟经济绝对平等 要再同时达成 我认为此时此刻 在当时的威权政府之下 自由有至高无上的优先性 所以这个微妙的转变 为什么我近年慢慢想 余老师这本自由平等之见 我要强调余老师那些书 都是二十几岁时候写的 我不是说我完全赞认他们 但他的问题性 他的议题 其实都在重新论述这些事情 而且余老师套用他一句话 离开香港到美国以后 我对这些政治对这些看法 就没有再变过了 我在想他暗示就是 这些文化的态度 跟武士的这些态度 所以这三位虽然论述的方式都不同 当然这也不是他们学问的全部 但是我只是感 但是这些是 我这一代人都很impress的部分 我认为他们都在重新 论述一个武士 这个就是我一开始讲 第二个 下一个会是什么 我不知道 下一个是以后下一代人论述的 好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 非常感谢王教授的精彩演讲 请您就座 下面我们也请梁院长入座 开始我们精彩的这个问答环节 那么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 想与王泛森教授进行探讨 欢迎您举手示意 我们的工作人员 将把麦克风传递给您 在您提出问题之前 请您向两位教授介绍一下 您自己 好 有请 好 那这位 来 梁院长好 王先生好 我姓张张天兴 我需要请教王先生的一个问题 可能跟您的讲座 不是特别密切 就是说 因为王先生是研究历史 那么我想请教的就是 中国封建时代 这个皇帝有一个礼节 就是说所有的官员 建了皇帝的话都要下跪 那这个礼节的话呢 那么 据我初步的了解呢 就是说 他并不是这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都有的 那请教王先生 就是 开始于哪个查的 就是有这个 这样一个礼节 那么 因为就是说 我看到一篇文章 我为什么请教这个问题呢 我看到一篇文章就是说 对于中国封建时代 在这个早期的时候 就读书人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那么 对读书人的打压 就是说 在一个 在某种程度上 就这个跪拜的礼节 对这个读书人是起到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 打压的一个作用的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我请教 从哪个查代开始 好 谢谢 因为时间紧张 我没办法收集几个问题 还有没有其他 我们收集 来 谢谢王老师的演讲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王昌伟 那就是 您刚才提到 就是说 这个1930年代出生的这几位 基本上就是 他们有一个对应的 一个就是共产主义 在中国大陆的那个胜利 那我想 我想了解的就是 他们对于在戒严时期的 那个台湾的那个思考 究竟是怎么样 因为其实 跟当时跟政权走得很近 也有很多很好的学者 可能也 也畏惧高位 比如说像 像张瞿云这样子的人 那我不知道就是说 于英时先生 林先生 他们对于台湾在当时的 那个情况 的一个思考 究竟是怎么样 什么 没有 没有 哪了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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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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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您这个讲座就是很有启发 就是您这个是讨论的这个是海外和港台的 我想问一下您有没有关注到就是关于这个大陆这一边 比如说像梁宋明先生或者说有一个说法 像梁先生他们是有一个说法叫反反传统 就是说武士是反传统的 那么梁宋明先生是反反传统 但是他也属于武士的这样一个系列里面 包括对李治厚先生的一个评价 有个评价就是认为他还是一个武士下的蛋 有人是这样一个评价 我说您怎么看就是大陆之一脉对武士的这个情理的看法 好 以及可疑心他们的不同 谢谢 好 那最后一个 易老师的 非常感谢王泛森院士今天带来非常精彩的演讲 大家好 我是南亚理工大学中文系的易若芬 来到这个问题 我会觉得特别的感动 是因为刚刚听到王泛森院士说 这是第一次发表 而且我也是第一次想到可以把这三位学者的 关于武士的想法联系在一起 在武士运动90周年和100周年的时候 我们都曾经在新加坡举办过相关的活动 不断地在反思武士对于 特别是南洋 新加坡 马来西亚这一带的文化 艺术 文学的影响 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另外的一群学者 刚好他们都是1930年代出生 而不管是后五四或者后后五四 我作为一个曾经在台湾读书 也在中研院工作的人 对这个题目是非常的亲切 而且我们对于五四的一些肯定和反思 也一直都存在在我们的研究的学业当中 我的一个不算是问题 而是其实是希望能够再多一点的时间 来告诉我们 刚才王院士想要告诉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不管是这1930世代的这三位学者 包括殷海光先生 因为我自己也是台大毕业的 所以殷先生的这个大名 我们在求学的时候就一直如雷贯耳 那么到底包括这三位学者 余殷石 林玉生 张浩以及殷海光先生 他们的思想对于当代的思想 不管是台湾或者是泛华人世界 您认为有什么启发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反思 或者是继承 或者是颠覆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 您的独到的看法 可以让我们知道更多 谢谢 谢谢 我们大概有十分钟左右 谢谢 在开始回答之前 我差点忘了 其实王公武校长 王公武院士 19…我就89那一年 您是不是在Prinston做过一次 关于武士的演讲 好像有 对不对 我那时候是学生 但是因为听众太踊跃了 所以挤不进去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 也有王先生的看法 但是他太客气 他没有讲话 我就突然想起这件事情 他们告诉我 王先生在那个Building 这个用英文 用极流力的英文 在讲武士的这个 那可是已经人太多疾病 我从第一个问题 就当然下跪这个问题 我没研究了 但是照前幕先生的讲法 是不是主要还是从清朝 才这个 清朝才正式 我没有专门研究这个问题 不过我也会回去查 但是我从以前读书以来 他觉得主要是从清朝 他说以前大臣都还是站着 或是坐着 但宋朝的时候 还是坐着议论事情的 所以鲁迅才会讲 这个是鲁迅有一段 我忘了 他意思就是说 中国的世代夫 是个奴才的奴才 就是 我现在忘了他怎么讲 也牵涉到鲁迅也有文章 讨论这个问题 大概也是这样子 他认为这是益主政权进来以后 也有很多论文 包括余英史老师也写过 包括打屁股 这个也是 他认为是 就是以前 好像金元 金跟元朝 当然我也看过 还有更早的一些源头 但是没有那么集中 要打屁股 像这个也是比较 好像是聂崇琪还是谁 我知道余英史老师也写过 他认为这些都跟打屁股 好像跟益主的这个 但是我看唐朝也有 也有打屁股 零星的比较 所以你关心的这个问题 我的印象如此 当然贵座又不一样 朱熹有一篇文章叫贵座拜说 贵座拜说 后来胡适也有文章讨论 朱熹的贵座是什么 那个的贵座又跟下贵又不一样 我想在贵座是一种座 但是你讲下贵那是另外一种 那么这个要有所分别 我没有研究这个问题 但是这是我尝试所感到的 而第二个问题就是 王昌伟先生这个 王昌伟教授的这个 很正确 就是其实他们也是对戒严发动 除了对于社会主义 全盘的讲究经济平等的 社会主义的胜利 而使他们毕掉了这个主题 我觉得这个毕掉 这个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个现象 所以为什么自由与平等之间 年轻的余英史先生要写一本书 就是因为这个在他们来讲 当时来讲很大的很迫切的问题 但是另外一个对立面是 国府在当时台湾的威权政治 所以反对批评国府很 国民政府很厉害的殷海光 才会认为我们来到台湾今天 自由要在最高的价值 殷海光先生在当时 常叫台大学生读罗素 读罗素 所以林玉先生告诉我 林先生我再回忆他文章也提到 林先生说他受殷海光的影响 他从大二下学期开始 就读罗素的英文原文著作 而不是翻译喔 读了九本 后来他硬要把它凑成十本 所以去找了一本比较薄的 所以当时罗素是 在学生里面是最大的权威 可是罗素曾经主张经济平等 那个说法很曲折 我不敢乱复述免得讲错 就是经济平等跟自由是 两个都不能牺牲 或甚至是经济平等 因为罗素有一段时间是 倾向社会主义 这个使得殷海光本来是非常 可是后来殷海光也放弃这个看法 认为处于这个时候 不管是面对红色 或是面对国民党的威权政府 自由都是无上解放 而且要先不谈经济 达到经济绝对平等 先谈自由 所以自由中国这个刊物 在后期的发展 基本上也就是这个调子 也就是这个调子 所以呢 确实有就是对威权的思考 张其云这些人 对 台湾的很长一段 中国近代史教科书 没有武士运动 这是 基本上不提 或者稍微提一下 因为当时台湾有一种印象 武士跟共产党有很密切的关系 我作为学生时代 我记得我第一次 比较在教科书完整看到武士 是我们现在的另一位院士 张玉法先生写的 中国近代史两册 那两册 中国近代史在当时 带来一种新的气象 就是他敢写 他敢写 他至少没有像当时的 官版的教科 金代史教科书 把武士跳过去 把武士跳过去 不幸的话 各位如果还在图书馆里面 有收藏早期台湾的 金代史教科书 或者提一两句话 基本上主要内容是跳过去 所以那时候能谈武士 而且能很正面的谈这个东西 不管谈他的左翼或右翼 这都是一件 这是所以刚刚王昌伟讲的 我觉得很对 威权时代的这个 也是他们面对的 自由与权威 对 如果随便可以自由 当然这个不行 所以 林玉生先生才要写两篇文章 自由与权威的关系 再论自由与权威的关系 就你这些还是有个秩序的 但是他谈到真正的权威 就是他在论证真正的权威这一点 论证非常suttle 而这个也就是他认为 早一辈的人谈到自由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秩序的问题 这是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一定是实策 新东西文化á Taylor 我自己講得非常好 確實他意思是說 我不是你這一種反對的傳統文化 但是我對傳統文化有批判的接受 至少我接受 但是我是批判的接受 但是我不是簡單的反對你的那一面 我也不是簡單的保守主義者 我不是簡單的保守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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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個有批判反思的保守主義者 但是我剛剛講 他事實上他最底層那一層 還接受了胡適陳獨秀很多東西 這是我的感覺 因為之前沒有人這樣分 之前哪有人這樣分中西文化的 還有跟印度文化的特質是這樣 我在清朝都看不到一個人這樣講 印度文化就是往後看的 西方文化往前看的 中國是在原地的 我在清朝沒有看過一個人 有支都從晚清以來 尤其李大昭 東西文化的特點 還有陳獨秀那幾篇文章 胡適都不大有這樣的文章 胡適也有了 但是最明顯的 我覺得他幾比上 楊樹明先生很坦白 他最基本的最淺的那一色 他做 Даже 還是 因為時間的關係 一��分教授 他是我以前中原院的同事 這個問題很好 因為我主要都還是集中在 我所熟悉的那些 那我對南洋世界了解 但是我知道第一波的 The First Mevo 對南洋世界好像也有不小的影響 其實對韓國對日本也都有受到一種 越南也都有受到一種震動 我不敢說影響 但是因為震動就要有新的做法 我不一定要受你影響 但是觀測到有這樣一件事情 它可能會有一些 那麼我不知道 因為這三位先生的這個作品 我的淺薄的理解 即使在新加坡應該也有很多讀者 那麼因為這三位先生過世之後 尤其我的老師余英史先生過世之後 那麼紀念的那個刊物各種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現在媒體的關係 已經超過當年胡適了 當然我想余先生不會認為他 我不知道我不敢在那邊代替他亂講 他認為胡適是很了不起的 是不是他 但是我認為以那種紀念的幅度 其實超過了 因為現在媒體也多了 但是我不知道在別的地方影響怎麼樣 但是帶來什麼影響 我覺得他給我們的 他們三位給我們的武士 就是跟陳杜秀 李大釗那一輩不一樣 他並沒有更激進 而是去激進化 他們其實年輩他們還晚於他們五十年 照理應該是越來越激進 但是沒有 他是去激進化 這個是我的感覺 他們反而受儒家影響 受新儒家影響 張浩先生反而受新儒家影響 余老師反而受儒家影響 因為他老師是前幕 這個都是原來前一輩的武士 所要反對的 林玉盛先生比較沒有 林玉盛先生生前跟我談新儒家 基本上都還是反對的 有一次我跟他講 我把雄實力全部著作看了一遍 他表示不太同意的意思 所以我感覺他比較沒有 基本上他們都受了西方 受了儒家或新儒家的影響 而重新來塑造武士 所以他們給我 至少給我這一輩看到武士 更像啟蒙運動裡面的 蘇格蘭靜民動 而不像法國的激烈的革命的 全盤推倒一些重建一切的 法蘭系革命的那種靜民動 而使得前一輩的那種講法 接受人 一定要也看看他們的解釋才會接受 這是我的感覺 謝謝 謝謝黃教授 謝謝黃通 謝謝黃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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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個活動 我們來到尾聲 我想我就代表主辦機構 還有今天特地抽空 出席来听演讲的各位听众 我请大家和我一起起立鼓掌 谢谢王教授 非常感谢 谢谢 再次感谢王教授和梁院长的精彩对话